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 直到他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全球进入冰河时代 90%的人类全部丧生 韩风独自一人躲在房间里艰难存活 这天 暗恋的女神会拿前来讨要食物 韩风警惕地拿起狼牙棒 小心翼翼地看门 不料女神一个相吻突袭 把韩风弄得脸色通红 不知所措 再加上她的甜言蜜语 与肢体上的小声音 瞬间被迷得神魂颠倒 眼睛闭上 可以吗 这时候是男人都知道要干什么 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可下一秒 一个男人突然冒出来 对着韩风脑袋就是一套牙棒法 就这样我们的主角挂了 原来男人和会那是一伙的 这次前来就是打算杀人越货的 韩风倒在血泊中 身体渐渐冰了 突然一道金色的光芒亮起 韩风弥留之际 本能的伸手想要抓住 再触碰的瞬间光芒变成了红色 涌进了身体里 下一秒 韩风猛然坐起 满头大汗 看着窗外的阳光 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经过半小时的确认 韩风可以肯定自己是重生了 现在是6月28日 离末世还有17天 但是这次重生 似乎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症状 自己的右手被一道红光包裹着 除了感到微微发热 没有任何不适 就在这时 韩风打了个喷嚏 手上的红光就变成了绿色 而且光芒还会变大 经过半天的研究 也没搞清楚这发光的原理 甩都甩不掉 而且身体感觉被掏空 难道是跟很多漫画里面的类似桥段 故事的主人公重生后 随之带来的就是开挂般的能力 韩风拿着菜刀占了半天 也没有任何变化 看来是弄错了 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 肚子传来阵阵响声 还是先吃点东西吧 然而打开冰箱后才发现 里面空空如影 不妙啊 再不吃点东西估计就要晕倒了 有头发现桌子上有一罐炒熟的黄豆 韩风打算就凑合着吃点 用发光的右手拿起黄豆 突然一阵爆炸响起 烟尘过后 只见韩风嘴里擦着一整颗完整的大豆植株 这是刚刚那颗黄豆变的 而且身体的疲劳感消失了 右手的绿光也消失不见 我摘下一颗豆甲 居然真的有大豆 这不会就是我的超能力吧 下次一定要好好研究一番 现在首要任务是在末世前把物资搞定 于是韩风立马动身来到闹市 就在韩风边走边思考自己的超能力时 一位美女从对面迎面走来 我们还真是有缘啊 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她 她叫李辉娜 是我苦苦追了三年的女神 上一世哪怕我明明知道她只是在拿我当备胎 只要是她想要的我都会尽力去买 但没想到最后会被她害死 一想到这韩风就有种上前报仇的冲动 但现在还不是时机 得先解决物资问题 韩风你在发什么呆呢 李辉娜看见韩风一动不动 连忙上前询问 正好碰到要不要一起去逛一逛 原来又想拿我当冤大头 给她付款 这一世我可不会那么傻 随便找了借口将她打了 朝着沃德马购物广场去 这是东部地区规模宏大 商品种类繁多的超市 但当冰河期来临后 整个超市一夜之间就被搬口 最后也没查出是谁做的 趁着末世来临前这几天 我得尽量多囤一些物资 可眼下主要的问题是没钱 这点存款囤的毛的物资啊 就在这时 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年2023年评定结果已出 借款额度提升至168800 看到这条短信 韩风立马有了主意 将所有的贷款app全部下贷下来 挨个贷款过去 反正末日降临后也不用发了 而李慧纳正在为刚刚我拒绝他的邀请升起 不过是我众多舔狗中的一员而已 竟然敢拒绝我 真是让人火大 韩风刚好买完东西 开车路过这里 李慧纳看到开车的居然是我 感到很惊讶 这车是你的 韩风点头称是 然后就随便找了个借口 谎称他老爹在国外发财了 所以给了他一笔巨款 刚才拒绝女神的邀请 也是要到机场送他老爹 李慧纳看着眼前的新车 明白是到标演季的时候 原来你今天是送父亲去机场啊 我都不知道还让你陪我逛街 真对不起 刚才看你态度这么枉蛋 我还以为你不把我当朋友了呢 看到他的表演就感到可笑 演戏嘛 谁不会呢 下一秒就搂住对方的小蛮腰 轻轻拖起下额 你在我的心中比谁都重要 我还为你准备了生日礼物啊 到时候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那我期待你的礼物 我先回家了 说完转身就离开了 就这样双方个怀鬼开 都觉得能轻易拿捏对方 等着吧 咱俩的账等末日降临后再算 还要救出杀我的那个男人 现在开始有点期待末日降临了 7月15日气温会骤降至零下20度 随后一个月内温度逐渐降至零下70度 全世界都被白雪覆盖无法外出 必须立马着手迎接末世 首先是囤积大量的粮食 并且全部进行风箱装配 以脸被小觑的人发现 而有些敏感物资 则需要夜晚没人的时候亲自搬运 其次是储备足够的燃料 末世后的供电系统会变得极其不稳定 为此还得搞一台发电机 最后是房屋必须足够安全 在末世 烧杀抢虐到处都是 必须把房屋改造一番 加固门窗 还要专门腾出一间屋子用于储存物资 当寒风搞定一切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14号 距离气温骤降只剩下一天 接下来是时候研究下我的超能力了 寒风将之前变出来的大豆翻炒一番 坐在餐桌前 看着自己的杰作愣神 至今还没搞清楚这个能力的触发机制 首先需要确定它是否能够食用 说着就将大豆送进嘴里 很快一盘大豆就这么吃完了 现在至少证明我的能力可以搞出食物 接下来就需要研究能力的使用方法 寒风来到冰箱前 打算试试这份能力是否适用于其他食物 从白天测试到晚上 寒风将冰箱里的全部食物都试了一遍 直到身体差点虚脱 幸好辛苦没有白费 总算是对这份能力有了初步的了解 并不是所有食物都适用 有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有的像大豆一样 从种子形态进化为成熟作物 有时还会突然爆炸 爆炸后会变成一种很像煤炭 但却很轻的黑色物质 这些黑色物质跟煤炭一样可以进行燃烧 这下不用担心取暖问题了 之后寒风又尝试了很多次 似乎需要心无杂念集中精神 关键点在于意识 想象自己身处大自然当中 放松身心跟自然融为一体 下一秒果然成功了 绿色的光芒又出现了 这回来试试肉类 说着将手伸向桌上的牛肉 这时候寒风突然想到刚刚冥想的时候 明明感受到的是两种颜色 一开始见过的红色我还没有试过 于是闭上眼睛继续冥想 寻找那红色光芒 下一秒 红光冒出 随即覆盖整块牛肉 然而牛肉却像是打上了马赛克 好噁心啊 轻轻触碰 这种感觉像是一种加热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物质的崩解过程 难道 寒风立马抓了一把大豆 如果绿光代表着物质的进化 红光代表着崩解 那么将两种光合并在一起的话 下一秒 手中的牛肉变得巨大且新鲜 而且手中的大豆也消失了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融合 寒风开始越发兴奋 打算再次尝试 然而不管怎么尝试 就再也没有成功过 最终还是放弃了 不管怎么说 今天可谓是收获满满 只要把这种能力研究头 我便是站在这末世之巅的男人 你知道获得超能力需要几步吗 首先你要脱光身上的衣服 然后双手张开走进森林 最后只要你能完全融入其中 跟动物和谐共处 接着睁开眼睛 你的超能力就会被激活 寒风经过一天的摸索 初步掌握了自己能力的用法 绿色代表着物质的进化 红色代表着事物的绷紧 两者合一 就能变成又大又鲜美的牛排 等等 光有食物还不行 没有自保的家伙怎么办 赶紧收拾完出门 在降温前 必须要把武器搞到手 就在这时 窗口外面开始飘起雪花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寒风穿好衣服立马出了门 一周内气温会降到零下45 要抓紧时间搞把枪才行 这时 看到不远处走来一位小哥 抽着滑子 带着金链子 好夸张的搭配 我记得小区的人 称他为街溜子李哥 也是这个小区的 听说是负责帮人承包工程的 这片街区都还蛮吃得开 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但总给人感觉一副狠忙的样子 说不定他会有渠道搞到枪 寒风连忙上前打招呼 假装很熟的样子 这个李哥脑袋也不止不光 经过一顿忽用 李哥惊讶不已 连忙拒绝 枪这东西碰不得 哥虽然人卖广 但也不能害了 韩宗察觉到有心 这家伙真有渠道 看来要拿出我的真本事了 随即编出了一套故事 谎称自己只是骑个自行车 就被骑得共众围奥报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所以想搞把武器防身 没想到李哥这就相信了 也太好忽用 于是两人就开着车出发 很快就来到了一家会所前 门口还坐着几个撞案 而李哥似乎跟他们很熟 进入会所 李哥连忙给这里的老大介绍 我小兄弟想要搞把枪 原以为会有些拨折 没想到 这里的老大随手一扔 就是一把手枪 而且只要六千块 然而这不是韩风想要的 我要的是稍微长一些的 带瞄准镜的那种 老大抬头认真地看了韩风一眼 吓得韩风紧张不已 你他妈直说狙击枪不行吗 还有 这是你说要就能要的吗 就他妈只有这么短 哎呀不要 老大被我的话气得不轻 没办法 看来只能使用绝招了 经过一小时天马行空的浮舟后 恶心 真他妈的恶心 怎么三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真是太恶心了 韩风有点心虚 这故事会不会变得太离谱了 不就是狙击枪吗 这是刘哥给你安排 不过要等几天 说完还免费送了一把手枪 这么善良的老大 韩风突然感觉良心有点痛 刘大哥 我有一个在官方工作的同事 给我透露过消息 最近阴天气异常准备献购物资 最好提前跟兄弟多囤一血 说完 韩风和李哥就离开了会所 两人走在大马路上 一个在喋喋不休 一个心事重重 现在物资和武器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是好好研究能力 如果能把实物的难题完全攻克 那么我在末世的生存几率将会 下一秒 韩风脚下一滑 华丽起飞 韩风抱着脚 我的脚好像骨折 李哥 麻烦你送我去趟医院 说着就把车钥匙递了过去 然而李哥根本不会开车 只好强撑着扶起韩风 打算走路过去 哥 我有钱 我们还是打车吧 很快就来到医院 确认是真骨折了 需要留院观察一个小时 韩风无奈地坐在医院过道 李哥因为有事就先离开了 因为突然的降温和暴雪 事故激增 医院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大厅里搭满了临时床位 只见一名身材曼妙的护士小姐 正在病床间穿梭 韩风看着有点入迷 好厉害 这么年轻就是护士长了 不仅能力出众 对待病人也很温柔 最重要的是 真是漂亮啊 就是太纯真无邪 拜托 你这走光了呀 就在这时 我旁边的大叔 对着护士小姐招手道 我的腰突然又痛起来了 能帮我看看什么原因吗 看似憨厚的大叔 右手却不老实 拿着手机 对着护士小姐下方 开启了录制功能 最后居然色迷心窍 伸手搂住护士小姐的小男腰 顺势向下摸去 这里怕大家落眼睛 我就顺便得打个马 就在这时 一个拐杖飞来 变态大叔应声倒地 韩风连忙上前装傻 抱歉抱歉 第一次用拐杖就飞出去 然后弯腰捡起对方的手机 果然 手机里正播放着刚刚的录像 大叔你这是在犯罪 要不要我把这个交给帽子叔叔 变态大叔看到自己的行为败露 转身就向医院外跑去 护士小姐看到大叔剑步如飞 还没反应过 韩风都难以置信 这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单纯的人 我连忙拿出手机 说出了变态大叔的行为 护士小姐这才反应过来 也不知道是怎么当上护士长的 谢谢小哥 话说您的脚不是受伤了吗 韩风这才反应过来 疼疼疼 就这样 一场美丽的邂逅 他们相识了 很快其他护士就把他叫走去帮忙 临走前还不忘提醒 记得下周一过来换腰哦 周一吗 应该不会再见了 韩风拄着拐杖 一拳一拐地走出了医院 第二天 天气更加恶劣 新闻播放的全国天气未来将迎来特大暴雪 全球气温也在急剧降低 各国专家正在紧急商讨此次天气游厉 预计不会持续太久 希望大家不要恐慌 不信谣不传谣 更不要哄抢物资 天气很快就会好转 韩风看着新闻感慨不已 要不是死过一次我就信了 所谓的专家谁信谁傻瓜 看着自己囤积满满一屋的物资 开心地喝起红酒 就在这时手机里传来业主群的消息 看来大家也慌了 突然名叫边缘人的信息映入眼帘 全新式的各位请听好 此次大雪非天气引起 而由地球内部导致 请记住 这并非普通的雪灾 寒冰末世即将降临 看到这寒风震惊不已 这个人是谁 怎么会知道末世的事 你知道治疗骨折有多少吗 不仅有美女护士亲自服务 还能带你体验人员泰山般的感受 今天是下雪后的第三天 室外气温已经淋下20度 外面大雪纷飞 道路早已被覆盖 基本无法出行 末日初期供暖系统和网络还算正常 然而昨天因为边缘人的末世言论 如今业主群早已炸开了锅 竟然还有人要物业出来给个说法 有叫物业赶紧出去清理积雪的 有叫物业帮忙抢购物资的 居然还有叫物业退遣的 然而在天灾面前 谁也无能为力 还是有明白的人 劝大家冷静点 雪下这么大 不可能全部清理完的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应该是物资 至少要把去超市的路清理出来 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小哥 想出门就去扫雪 不出门的就闭嘴 扫个雪还积极喳喳吵半天 烦死了 说完就消失了 场面顿时安静下来 最后还是李哥主动带头帮忙扫雪 才打破了这份寂静 大家都开始踊跃报名 甚至连社区女神也站了出来 一群舔狗健壮 也开始纷纷上前表现 寒风健壮特感无趣 连忙退出了群聊 看一群舔狗在里面争宠 还不如刷刷视频来的有趣 然而很快也感觉到无聊 看来末日中最大的问题是 如何学会忍受孤独 就在这时 李慧娜突然发来消息 看内容全是辽薄心弦的话语 还附带了一张性感照片过来 另一边 李慧娜收到韩风的消息 气得火冒三丈 该死的 韩风你给我等着 戏弄完李慧娜后 要开始考虑未来了 如今腿伤有点不容乐观 俗话说 伤筋动骨一百天 就在这时 韩风突然想起 今天早上刚刚刷到的一条视频 叫什么走出科学栏目 世界上真有会愈合伤口的人吗 医生将证明 从15层楼跳下来的男人伤口缝合后 发现男人坏死的内脏与骨头 竟然开始重新生长 当时看到还很震惊 这也许 大概 可能 试试就知道了 下一秒 韩风右手冒出绿光 用力握住自己骨折的脚踝 很快 绿光就消散了 再来 又消散 继续 还是消散 看来是我想多了 还以为绿光能帮我治愈伤口呢 使用了多次能力 韩风瞬间感到困隐 很快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这似乎是一场深沉而漫长的睡眠 就好像 我的小羊仔子们 听我的命名 全力冲锋 征服这一片天地吧 我在末世只是睡了一觉 就突然出现在红色的大草原上 空气中弥漫着绿色的脑袋 飞舞着数不清的羊头 韩风手拔长边 骑着山羊之王 带领着一群羊仔子们吃生草原 突然山羊之王一个后羊 韩风被顶飞起来 只听见咔嚓一声 又脚踝骨折 疼得直哆嗦 旁边的小羊见状 连忙上前舔动伤口 就在伸手抚摸一表感谢的时候 小羊却露出一点嫌弃的表情 突然伸出舌头缠绕住韩风的脚踝 用力上抛 韩风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舌头上突然冒起绿光 慢慢地渗透进伤口 下一秒 韩风满脸大汗地从梦中惊醒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梦 突然看到不可思议的影 自己受伤的脚踝真的在冒绿光 赶紧解开绷带 整个人站立起来 我的脚真的不痛了 这绿光也太神奇了吧 要不再试试 只见韩风拿起菜刀 对着自己手指出就是一花 然后发动能力 绿光涌出 包裹着整个手臂 接下来就是继续回去跟小杨玩耍了 小区大楼前 许多业主在蒋学友的组织下 纷纷前来清理积雪 辛苦各位了 大家都很棒 特别是刘叔宁 真是我们年轻人的楷模呀 刘叔不敢领工 只向身旁的两个兄弟 都是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功劳 弄得这对双胞胎害羞不已 这次看到后面有人摔倒 连忙上前称服 地上很滑 要注意安全 原来摔倒的正是之前的护士小姐金志颜 她竟然也住在这个小区 蒋学友提醒众人 血越下越大 得抓紧时间了 还得去采购物资呢 这时刘叔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听说前些天小区里有个住户 采购了大量货物回家 还看到了许多燃气罐 壁炉 就像是在为过冬做准备一样 然而蒋学友并不在意 或许只是新搬来的住户 而且这只是短暂的雪灾吧 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退一步来说 就算这次灾难持续下去 小区里有人拥有大量的生活物资 对于我们来说 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刘叔听完后豁然开朗 放声大笑起来 这时主道已经清理出来了 看着雪越下越大 蒋学友联盟组织大家排队出门 要抓紧时间 必须在三个小时内逃 就这样大部分人加入了采购大军 向着最近的超市出发 而整个大楼中有一处灯火 寒风还在那里呼呼大睡 然而门外急腹的敲门声 将他不得不从睡梦中拉回现实 谁啊 我在梦里跟小杨玩得正嗨呢 带着起床器 开门查看 原来是李哥带着狙击枪来了 老弟 你这货可真重啊 事半自动的有 结果李哥送来的芭蕾特侯 寒风连忙表示感谢 小韩啊 我跟你讲一件怪事 东区的沃德玛超市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扫完雪过去买东西 结果才知道整个超市 昨晚一夜之间就被人搬空了 听到这消息的寒风也表示惊讶 果然还是发生了吗 送走李哥后 寒风心事重重的样子 一夜之间悄无声息的搬空整个超市 怎么做到的 难道是跟我一样获得了什么超能力 比如能将一切物品吸进空间的能异能 这世界很可能还有其他能力者 我必须要尽快掌握自己的异能才行 以后如果对上其他超能力者 至少还有反抗的能力 目前已知的是 我的能力可以与各种食材产生反应 达到一升多的作用 但是成功率有点低 大豆平均十次才能成功一次 而肉类甚至几十次都不会成功 这究竟是为什么 带着疑惑 寒风再次尝试 然而再次失败了 愤怒的寒风不甘心表示 今天必须摸清楚 就这样一直摸索到深夜十二点 寒风终于抓到了一点诀窍 原来在使用绿光输出时 它的能量并不是恒定的 每种食物都需要对应不同的能量值 一旦匹配失败 就会变成黑色的煤球 这种模式就好比当年的一款音乐舞蹈游戏 假设将能量值比作上下左右 那么每一秒所灌输的能量值 需要全部正确 最后抓住那个临界点 一颗完整的大豆植株就变出来了 我终于成功了 接下来该实验肉类了 肉类和蔬菜不同 之前每次失败 就会变成一种恶心的黑色液体 原理应该都差不多 寒风拿起一块鸡腿 先摸索肉类所需要的正能量 上上下下左右右 下一秒 一堂黑色液体噴出 时间似乎要比蔬菜所花时间长 再来 上上下下左右右 再来 上上下下左右右 可恶 再来 上上下下左右右 妈的 这难度升级太多了吧 经过寒风的不懈努力 就是现在 基本瞬间变得巨大无比 寒风看着自己的成果心满意足 全身无力地躺在地板上 肚子咕咕响 今天是雪灾的第三天 全国各地都在经历一场 百年一遇的特大雪灾 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上 各地都在积极抗灾紧灾 全国各地交通 电力 网络开始瘫痪 请耐心等待救援源源的维修 希望各位没有特殊原因 请务必待在家中 寒风在沙发上 听着电视上的新闻 果然还是跟前世一样 各地开始瘫痪了 就在这时 手机里又传来业主群的消息 寒风拿起手机看了下 发现群里又开始吵起来了 群里闹开了锅 估计都是看到了新闻 有些人相信新闻等待救援 还有些则是想着如何自己 你们真的相信新闻报道的内容吗 这是刘叔站了出来 如果真如新闻中所说 已经控制住局面的话 那么救援队应该早就到 但直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我听朋友说 看见很多装甲车开向了事 这只有一种可能 战争可能要爆发 刘叔的话让业主群炸开了光 真的假的 那我们岂不是完蛋 这时蒋学友突然出现 如果真像刘叔猜测的那样 那我们确实需要采取一些措施自救 现在小区的部分业主们 因为没有囤积到足够的食物 已经开始断量了 我认为我们得先自行组织起来 帮助那些困难的业主们 我提议目前家里粮食充裕的业主们 能够捐献一部分吃的 支援下其他困难的业主 就从我开始 我会捐出一半的食物 蒋学友的话 让大家开始私下讨论起来 我同意蒋兄的提议 大家就应该互相帮助 惠娜你要不要也捐点 听到这话的李惠娜顿时脸色难看 无权有 你是不是有病 这么多人不问 偏偏问问 然而在群里李惠娜还是要装下可怜 很抱歉 我家其实已经没有余粮了 顿时引起了大量舔狗的同情 一顿商讨过后 大家纷纷开始表态 有说捐粮食的 有说捐药品的 还有说捐衣服的 蒋学友趁机提议 现在人数有些多 要不指定一些业主代表来负责吧 相当于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应急委员会 负责捐献物资的统筹与支援 韩风看到这条消息 突然有点想笑 我记得上一世也是这个操作 无非就是骗取物资的手段吧 7月19日末世的第五天 外面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40度 供暖系统也因为极端天气完全弹慌 所有人都在想方设法取暖 以保持体温 然而韩风却在家里烤着暖炉吃着美食 顺便玩玩游戏打发下时间 不知道有多快 就在这时一通电话打开 原来是叫韩风下去清理露面的 韩风心里却在想 你们眼瞎吗 没看见外面瞎这么大雪 清理你大爷呢 为了保护屋内的秘密不被发现 韩风尽管不情愿 还是来到了一楼大厅 如今外面的积雪已经堆得有一人多高 两名业主上前发现大门都已经被动了 连忙招手叫韩风上前帮忙 经过三人的合力 大门终于打开了 随即一阵刺骨的韩风邪了 大家都动得直发的 却也太冷了吧 本来一个个喂手喂脚的像什么样 要的是气势 气势懂吗 李哥带着一股莫名的自信来到大门前 猛然对着前方的雪堆徒手开挖 速度意想不到的快 没多久李哥就消失在众人面前 只留下一个人影大小的洞口 然而下一乱动人就传来点多个呼救声 众人连忙将他拖了出来 顺便关上了大门 还好救援及时 没什么大碍 韩风连忙提议 先到停车场找负责人签到吧 等雪停了再想办吧 现在的雪已经不是靠人力能清理的 停车场这边 蒋学友正在鼓励大家捐献物资 而这是他们俩的第一次见面 看着蒋学友慷慨激昂的演讲 大部分业主都被感动到 纷纷贡献出自己的物资 看着这一切的韩风不禁冷笑道 看着吧 要不了多久你们就该后悔了 牵完道的李哥还在瑟瑟发抖 连忙跟韩风道别回家去 就在韩风道别李哥转头的瞬间 发现了个熟悉的声音 只见护士小姐金志颜抱着大量物资前来 看到韩风时感到很惊讶 然而当他看到韩风的脚已经好 更是震惊无比 你的脚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好了 我从小恢复能力就很强 简单的磕磕碰碰没几天就好了 没想到这护士这么好糊弄的 居然这都信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当上护士长的 韩风见糊弄过去了 上前接过金志颜的物资 我来帮你拿吧 然而下一秒韩风就后悔了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重 里面主要是一些医疗用品 我想着捐出去能帮助更多人 是不是太重了 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 不用 我能醒的 不要太勉强哦 我的力气可是非常强大的 韩风很疑惑 你这是天生神力吗 也不是 其实是最近才这样的 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反正我自己也解释不清 哎呀 就在这时 金志颜被人群撞了一下 整个人靠在了我身上 两人的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然而这一幕却被最不想看到的人撞见 韩风 你出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呀 说着很自然地搂住韩风的胳膊 这位是谁 你朋友吗 金志颜见状似乎误会了什么 连忙拿过自己的东西 匆忙离开了 看着金志颜离开的背影 韩风询问李慧那有什么事情吗 你家有多余物资吗 可不可以分我一点 韩风听完后心里甚是高兴 你就慢慢饿肚子吧 对不起啊 我家里的食物也不多了 外面太冷了 我还是先回家了 李慧那见状连忙拽住韩风的衣服 飙起了眼睛 感觉韩风你最近变了 在我心中你是很重要的人 但最近感觉你要丢下我 我好难过呀 韩风心想 要不是死过一次 我还真信了 如果不是为了找出上仪式 杀死我的那个男人 等等 我只要按着上仪式那样 让李慧那再一次 把那个男人带过来就行了呀 怎么会呢 慧那我怎么会丢下你 这样吧 明天我就挤出一点食物出来 亲自给你送过去 得到满意答案后 李慧那就挥手告别了 这傻子还是这么好骗 等着吧 就这样过了两天 李慧那发来了十几条消息 都是询问物资 怎么还没送过去的 然而韩风此刻 正在享受她的美食 这种天气 就适合吃这种热乎乎的东西 经过这几天的大量实验 让我确认了两件事 第一肉类不会无限增大 第二肉类也能像大豆一样 可以无限循环利用 之前每弄出一株豆苗 我就会拿出一部分继续搞成豆苗 剩下的则用来食用 肉类也是同样的原理 一半和大豆结合 生成完整的牛肉 这样就有吃不完的食物了 我真是天才 今天是8月2日 雪灾的第19天 赤道附近的平均气温 已降至零下42度 大量岛屿已经被冰雪覆盖 海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冰 寒冰末世已经降临 寒风端着红酒悠闲地 坐在沙发上看着今天的新闻 然而下一秒 一阵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拉开窗帘可以看到远处火光冲天 这已经是第七次爆炸 也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天空中飞过树架军用直升机 寒风连忙拉上窗帘 怕被看到自己屋子里的情况 而此刻小区业主都收到消息 让有困难的业主 到地下停车场排队领取物资 这里实在太冷了 要不是为了打听点消息 我才不会下来 记得重生前小区内就发生了暴乱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具体原因 这次来打探下真实状况 为以后尽可能地减少风险 看这情形 大部分业主都下来领取物资了吧 这时寒风发现前面似乎吵了起来 你这给的也太少了吧 当初我可是浇了几大箱的物资 很抱歉 大伙都是平均分配的 希望您能为大家考虑 见这位大哥还在磨磨叽叽地纠缠 后面排队都开始不耐烦了 拿了食物就赶紧走 我们还都等着吃饭 寒风戏谑地看着这一幕 利用群众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底 指责那些捐了大量粮食的人 有真够无耻的 这时寒风发现旁边走来一道熟悉的身影 原来是李哥 看着憔悴了许多 经过交流才知道 原来李哥当时把大部分物资都捐了 现在一点物资都没有了 这几天全靠喝水 该死的委员会 每次只发一点点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李哥听完很是惊讶 这么简单 真的给我两根火腿肠和四包泡面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李哥感动得泪流满面 老弟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的 放心 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 那我先去领物资了 我们晚上见 李哥走后 寒风露出得意的微笑 没想到几包泡面和火腿肠 就能解决收集情报问题 以后就不用再下来打探消息 就在寒风得意洋洋地准备回家时 一个巴掌起来 居然是李慧娜 寒风 你太让我失望 救命啊 我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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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干嘛呀 拿来吧你 我不要 你瞅啥 你瞅啥 我还会回来的滚面了 去死吧